这款是升级4K60带U牌拼接器 这款非常简单 像遥控器的这些面板按键 上面写的这个 按照说明书操作就可以了 着重讲一下这个Menu Menu里面有一些菜单 我先返回它 Menu 这里面是由三个部分组成 有影像 时间 时间设定三个部分组成 按左右键 按左右键移动 现在讲一下设定 设定现在目前第一个是菜单模式 我按中间OK键 所以跳出中英文学项 不需要就返回 第二个是输入翻转 输入翻转是在1920x1080的分辨率时可以显示 在4K的不可以 不支持4K 所以这目前是4K显示它 没办法使用 1920x1080以下的所有分辨率都可以使用 这个是拼接模式 拼接模式下面就有2x2 2x2 1x4 1x3 2x1 2x3 3x1 4x1都有 这些拼接模式里面都有 所以不需要 切换到你想要的一个模式 不需要就返回 下面是信号源写项 信号源我们有VGA USB HDMI DVI的信号源写项 都在这个menu里面 这里是输出图 这里是输出的图像 就比如你1234 输出的信号源写 你1234 如果你有一些信号源 接线接法呢 你可以从这里面写 好 现在是图像 图像第一个是图像模式 本身我们就是图像模式 这里调的是它的对比度和亮度 第二个是输出分辨率 输出分辨率就有默认 有这四种在里面 选择你想要的一种 它选进来 第一个反应会是720P 我现在调成4K 确认5K 所以它会跳出来 输出的分辨率是3840x1260 30赫兹 好 不用就返回 返回下面有一个 恢复出厂设置 这个的话 如果系统没有问题 就不用去调它了 有问题 你如果说你按错了 你再按恢复出厂设置 然后再按中间OK键 就可以了 好 不需要就返回 不需要按它返回 不需要就按它返回